在国际的部分中 我们可以看到4月1号 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 建筑遭到以色列的飞弹攻击 那么也证实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卫队证实有7名的成员死于攻击 包含是有两名的高级指挥官 而现在呢大家就担心了 甚至呢在伊朗的部分 是不是会对以色列发动个报复攻击 以色列政府事实上有多个部门 当地时间在4月12号 也召开了一个会议 好要来引领对策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更说 伊朗会比预期更快的攻打以色列 同时他也提出了警告 他警告伊朗别这么做 美国国安委员会发人科比表示 美方认为伊朗的潜在威胁 是真实可信的 美军的有一名高阶将领 已经呢前往了以色列 要来进行协调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先来请教委员 美国人不是说风量话吗 以色列去攻打在叙利亚的伊朗的大使馆 不管那大使馆里面有什么人 违反国际公法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歪理 因为大使馆在维也纳公约里面 规定很清楚 日内有公约规定很清楚 什么意思 大使馆就是领土的延伸啊 所以是你攻击我的领土 这等于是对我宣战了嘛 伊朗怎么可能不报复 伊朗不报复 对内对外都没办法交代 那只是报复的方式 报复的规模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 美军不是说炸了中国 住这个南斯大夫大使馆吗 他只好说 对不起我地图错了 我弄错了 我赔不是啊等等 以色列有赔不是吗 没有啊 所以伊朗也很懂得外交工作 他说那我报复可以 你联合国通过谴责案 然后以色列把犯错的人逮捕 由我来审判 表示你要承认错误嘛 你要赔偿嘛 和以色列有没有 没有啊 以色列觉得他干得很好 他干得很好就是等于 你美国干得很好啊 那美国当然是自信说 我有航空母舰 爱尔森豪号 我掉到红海北部 我来保护以色列 因为美国总统选举当下 犹太人在美国的 选举的市场上面 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是什么巴勒斯坦人 伊朗人 或什么阿拉伯人 能够忘记向背的 所以拜登当然 第一个时间讲说 我美国要保护 以色列 你给大家等个瞧 那这种中东大战呢 打起来伊朗是没有赢面的啦 伊朗第一个 不可能用陆军来打仗嘛 因为补及线太长了 而且伊朗的陆军 打到以色列 要跨过好几个国家 不限时 海军嘛 那根本不用提 伊朗也没什么海军 而且两方面海军 海域也没有可以交战的地方 就剩下什么 导弹跟空军 伊朗的飞机啊 要怎么评估呢 那比以色列 已经不是一代的差距了 那不行 F-14 对啊 全世界最老的F-14 对啊 已经不是一代两代的差距 所以空战根本不可嫌 反而处于挨打 只剩下什么 短期跟长期的中程的导弹 因为伊朗没有远程导弹 它只有中程导弹 叫流星三号 它只有短程导弹 最近卖到俄罗斯 卖了400颗吧 大概就是属于征服者 跟所谓征主之箭 那个射击方的都在1000公里内 可是1000公里的导弹 打不到以色列啊 那怎么办 就要把东西运到叙利亚去打 运到叙利亚打什么意思 就是说要有在海外的圣城旅 因为伊朗国防军是不出国的 因为伊朗的国家并不相信伊朗的国防军 他认为伊朗国防军 就是以前伊朗国防留下来的军队 还没有清洗完毕 就像赖清德觉得 现在的国军 台湾的国军不是台独的军队 还没有经过洗涤心灵不可靠 所以叫那个顾力胸去洗涤心灵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他就革命卫队 所以伊朗在海外的军事力量 都是所谓圣诚旅 圣诚旅的简单的说法 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驻外武官部队 简单讲说成为圣诚旅 那他在海外呢 当然在各地就地取材 产生了很多的民兵组织 那他手上有什么 注意到伊朗的所有的导弹 生化武器都是在革命卫队手上 不在国防军手上 所以他把这些导弹 就把它搬到什么 真主之舰啊 这个什么征服者啊 就卖给俄罗斯的这种短程导弹 就已经搬到叙利亚 打什么 打以色列北部 那以色列有没有能力防疫 以色列的防护导弹系统可完整的很 对不对 高空的中低空的都有办法防御 所以伊朗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才有打中这个比较重要据点 敌方舵车 基本上以过去的纪录啊 这几个导弹效果都不佳 那流星三号导弹未经市场测试 我们知道它可以发射到1500公里 到2000公里 可以从伊朗的本部打攻打到以色列 这没有问题 可是很容易拦截啊 现实的问题在这里 那剩下伊朗的无人机又飞不远 如果不是用陆军的话 伊朗的无人机意义不大吧 所以对于这个伊朗的报酬来讲 大概我觉得难度很高 只剩下一招 可是那招影响力又很大 我就封守赫姆斯海峡 不宽嘛 我短程导弹也可以打 中程导弹也可以打 随便打随便中 因为打的是货轮 是邮轮 随便打 要辨别打谁的邮轮而已 那这样一紧张的话 这两年结果都出来了 油价涨一些 黄金价格涨一些 恭喜丽将军 什么价格涨一些 已经涨到2500啦 所以这个 但是他如果真的玩这个游戏的话 他得罪的并不是以色列 他得罪的是波斯兰国 海洋国家 放在以色列的时候 你打啊 你弄啊 干我什么事 所以这个战略跟战术上的选择 而且会给美国一个口石 来打伊朗 所以现在伊朗 因为决定打这场报酬的 不是伊朗总统 因为伊朗总统管国防部 国防部管他们就有了国防军 那现在是伊朗有一个教宗 就是他们最高的领导人 柯美林 不是柯美林 很早的 是要挂掉后面的机器被人来 我不想他该怎么翻译他的头衔 他比较最高领袖 然后他管的就是革命卫队 而革命卫队在伊朗是有自己的财库 有自己的应该怎么讲 自己的经营的事业 自己的进口行业 他有自己的财政收入 这是独立的 不归伊朗总统管的 那他有足够财力 经济太大规模的战争 我也不认为 所以只能叫什么真主党 打那种卡丘沙 二次师弹的卡丘沙火箭炮打一打 可是打到那个 以色列的炮兵基地也没什么效果 那你说要突袭 以色列在中东国家 附近周围的大使馆 又不现实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中东附近的国家 没有大使馆 他比较近的大使馆突而起 你又不敢打 所以 所以我觉得这场报仇 这个会有点虎头蛇尾 是好 但拜登就说了 他也警告不要这么做 表示美国会帮助以色列 伊朗是不会成功的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肥泡泡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实际人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大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 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